这里是平津间 我们来看樱花爆炒啦 现在是1月27号的花矿 现场已经可以看到满满的樱花 低梭花季是到2月 想要趁着好运气来到这里看樱花的大家 千万别错过接下来整理的攻略 这次我们选择搭乘公车来到平津间 在剑坛及士林都有公车可以抵达 这天我们选择搭乘的是小十九 小十九呢是比较小台的公车 如果在乎公车空间的话 建议可以改达成303来到平津间 需要注意的是小十九要在平等里下车 而303可以选择在轮载尾下车 不管是在哪一个地点下车 到达平等里都是需要再走一段路的 只是303需要走的路程比较短 终于在九万十八拐之后 我们终于抵达平等里了 他车之后呢需要往前再走10分钟 而走过这条路呢 看到的就是整片粉红色的樱花 其实当天大概八点快九点的时候就抵达 不过平津间上已经有许多的游客 也有不少的大炮在现场等待 如果你并不想因为太多的人潮 影响到你的拍照性质的话 建议你除了早起之外呢 也可以跟水博们的脚步 来到当天找到的最佳拍摄地点 就是这条平津间旁边 往狗殷勤步道的小径 这一条小径上面的人潮相对来的少 想要倒着拍侧着拍都行 灰尘的路上啊 因为当天天气真的超级湿冷了 起风苦雨了被山风吹到快中风 只好暂时停留乃哥包子暖暖心 还有味 前往平津间的路上的顺风 它的族群肉跑还蛮好吃的 然后是我在这场上看到唯一的店家 境界其实没有很长 但美丽的樱花会让人流连万反 所以当天也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小时 好的 樱花就分享到这里了 剩下的就交给你一句探索咯 如果你喜欢这些影片 请你按赞加分享 也欢迎追踪频道 给我们一个肯定咯 这里是延起生活 我们下次见